下面我们请大家看第二个问题 关于横效分工组的结构 那么在我们旧车当中呢 讲到横效分工组的结构 基本类型 讲了八种类型 刚才我们在前面 讲到这八种 横效分工组的结构当中呢 我们说 相对来讲比较重要的 一个是职能自主的结构 一个是事业不自主的结构 一个是聚政治组的结构 那么这三组组的结构的 含义和特点 就优点和缺点 建议同学们做一个重点 有可能在解答题当中会涉及到 那么其他组的结构呢 主要是请同学们 要理解含义的基础上 理解他们的优缺点 要注意选择题 下笔我们首先请大家看第一种 叫创业型组织结构 这个创业型组织结构 我们说也称之叫 直线制组织结构 这是最早的 也是最简单的一种组织结构 那么这种组织结构呢 其实从本质上来讲 到同意是缺乏这个结构 没什么结构 就是从最高管理层 到对机层 实现什么呢 实现直线的催之领导 直线的催之领导 说得通俗一些 这家企业大大小小的事情 都是由最高管理者一个人说了算 这就是个典型的 创业型的传统企业的组织结构 你比如说 有个老板出资十万块钱 成立一个加工厂 招聘了十几名员工 进行简单的加工组装 那么因为我们说 他说聘用的员工呢 这个受教育程度比较低 所以呢 在过程当中的一切 都要靠这个创业者 也就是最高管理者 靠他的发号施略 也就是说 没有一个明确的指示的话 这些员工就无所事从 不知道怎么做 所以我们说 这种传统型的初创企业 这个组织结构 就是属于这种类型 它的优点是什么 优点是结构比较简单 命令比较统一 缺点是什么 缺点呢 就在这种组织结构之下 要求这个企业的最高的管理者 必须要通晓各种的知识技能 并且能够情理情微的 去处理各种业务 因此我们在当企业规模比较大 业务比较复杂的情况下 你将所有的这些管理和决策的职能 都集中到一个人身上 很明显 这个最高管理者 他很难受认 因此我们在这种组织结构 仅仅是适用于企业规模小 生产技术比较简单的 一些传统的一些初创型企业 对生产技术 经营管理比较复杂的一些企业 是不适用的 这是这种组织结构 有个简单了解就可以了 第二种组织结构 是叫职能自主的结构 我们说职能自主的结构 它是在刚才的 创业性组织结构基础上 也编过来 那么这种组织结构 也称之叫职线职能自主的结构 也就是说 各级行政单位 除了这个管理者之外呢 还应该相应的 设置一些职能机构 就设置一些职能部门 比如说 有生产用员部门 有市场营销部门 有研发部门 有财务部门 你在厂长下面 设立了这些职能机构 和扰约以后 相当于是协助 这个厂长来从事一些 职能管理工作 或者说这些职能部门 到同于是厂长的一些 幕僚机构 参谋机构 所以他和刚才所讲 第一座主的结构 下面讲 无非就是增加了 横向了增加了一些 职能管理部门而已 那么第一座主的结构和 现在我们所讲的 职能自主的结构 其实都强调什么 都强调的是集权 集权 所以这两座主的结构 是集权是管理的代表 那么这个职能自主的结构 有什么样的优点呢 第一个优点 在这种组的结构之下 把从事的某个方面工作的 所有的人员呢 集作到一个部门来 从事的某些类型的活动 你比如说从事营销工作的 都把你集作到 市场营销部嘛 从事财务工作的 都把你集作到财务部 负责整个企业 有关的一些职能工作 所以我们说 他的有点意思是什么 有助于实现规模经济 第二 由于呢 每一位员工呢 都分配了特定的 一些重复性的工作 所以我们说 有助于培养了 职能方面的专家 也有助于提高工作的效率 比如说某一位员工 是从事财务工作 他在财务部 专门负责什么 专门负责应收诈款核算 就是负责应收诈款 总诈和明细诈核算 你想一想 他长期的 重复性的干一项工作 那越干越熟练 那当然有助于培养了职能专家 也有助于提高工作的效率 第三 企业呢 为每一个职能部门呢 赋予了一定的责权利 责任权利益 那么这样的话 就便于公司的董事会 去监控各个部门的绩效 每个部门都有每个部门的绩效 这个我们学财务承保管理 学管理会计的时候讲到 责任会计 所以按照责决力大小的不同 我们把其内部的责任中线的 划发为 承保中线 利用中线 投资中线 你每个部门都有每个部门的职责 所以加累的企业呢 就便于 通过一些财务指标 来考核 评价 你每个部门的绩效 这是关于 职能自主的结构 的优点呢 概括来讲 大家理解的时候 就是理解的三点 第一 有助于实现规模阶级 第二呢 有助于培养职能专家 有助于提高工作效率 第三个呢 有助于 对各个部门 这些绩效监控和评价 当然我们说 这种组的结构呢 有缺点 刚才讲到 它的优点有几条 有三条 那么缺点 我们概括了四条 对于这三条优点 四条缺点 同学们要非常的熟悉 第一 职能部门 这种 横下的协作 和配合性的比较差 职能部门 之间的协作 和横下配合 比较差 因为我们说 每个职能部门呢 都有每个职能部门 各自的职责 各自的利益 所以呢 这协调 这协调 横下关系的时候呢 就难以协调 第二 难以确定 各个产品产生的盈亏 这个问题 等一会儿 我们会专门 给大家解释一下 说为什么说 这职能知足的结构之下 你难以确定 各种产品 到底是盈利的 很亏损 这个有的时候呢 我们很难确定 为什么 当然话这解释 第三 容易导致各个部门呢 各自为政 各自为政 各占三头 为了追求各自部门的利益 有可能会所谓企业的 整体利益 这也是必然 第四 由于 职能知足的结构呢 我们是更加强调集权 有较多的管理层次 而且决策是集权化决策 那么因此呢 必然会 较低 对外部市场 环境变化的 这种事业能力和反应 那么职能知足的结构 通常是由于 什么样的情形呢 我们的主要是 适用于一些 作修型的 从企业规模上来讲 是中小型企业 而且这个企业的品种 比较单一的 就从事单一产品生产 或者以单一产品为主的 生产技术的发展比较缓慢 外部环境相对来讲 比较稳定的企业 因为技术发展 比较缓慢 而且外部环境呢 相对来讲也比较稳定 所以企业的工作重心 主要是维俄企业内部了 从内部较得来讲 那强调什么 如何去提高效率 去价格产宝 去提高产品质量 那么在相关链接当中 对刚才所谈到的 知能自主的结构当中 谈到它的一个缺点 说难以确定 各个产品产生的盈亏 就是说很难确定 一个产品到底盈利的 还有亏损 那么怎么来理解这句话 我们给大家解释一下 说在完全成本法之下 注意了 这里我们所讲的完全藏宝 也就是全部藏宝 它是属于一个 广义的藏宝概念 不能和我们财务会计 还有藏宝管理当中 所讲的完全藏宝的话等号 因为我们一般 在财务会计 在藏宝管理当中 所讲到的完全藏宝 这个完全藏宝 是一个完全制造藏宝 或者叫完全生产藏宝 就能够进入到产品藏宝 大中去的 包括直接材料藏宝 直接人工藏宝 还有全部的制造费用 那么这里我们所讲的 完全藏宝呢 比这个财务会计 藏宝管理当中所讲的 就刚才所讲的 这个完全藏宝呢 范围更广 范围更广 也就这里的完全藏宝 还包括什么 还包括我们通常所讲的 期节费用 或者是包括我们所讲的 一些非生产藏宝 比如说管理费用 修售费用 还有了 其他的一些期节费用 当然我们一般 谈到期节费用的时候 就是管理费用 修售费用 还有财务费用 是吧 还包括这些期节费用 那么因此呢 我们说产品藏宝当中 除了包括我们刚才所讲的 刚才所讲的 这个包括的生产藏宝 生产制造藏宝以外呢 还包括一些管理费用 修售费用等等期节费用 因此我们在既然的 产品藏宝当中呢 包括了一些职能部门 就职能支持部门 发生了借鉴藏宝 你比如说有关研发部门了 营销部门了 我们是甚至还包括 人力资源部门了 那么这些职能部门 发生了藏宝 也就是发生了一些费用 我们也应该呢 分配到有关的产品 藏宝当中去 也就是说这些费用 也应当是由有关的产品 来分摊的 那么我们说刚才所讲的 这些职能部门所发生的 这些管理费用也好 修售费用也好 你如何以做科学合理的方式 分配到各个产品 藏宝当中去呢 这个在实际工作当中 其实是蛮难够分配的 你无论是以哪个标准去分配它 总是有一点的合理性和不合理性 所以呢我们是一个是分配 确定分配标准的时候难度比较大 而且标准的质店也缺少一种科学性合理性 因此在职能自主的结构之下 你要总确的 确定这项产品到底是有利的 亏损 亏损多少 亏损多少 往往是比较困难 那么关于职能自主的结构 我们有一个架构图 同学们简单看一下 总经理 就是最高管理者 下边呢 设立了一些职能部门 有人事部门 财务部门 营销部门 采购部门 生产业部门 等等等等 设立了一些职能部门 所以我们说 总经理下边有什么 我们的公司总经理下边 可能还有那个分公司经理 是不是 还有事业部经理等等 而且在每个管理层级下边 都设立一些职能部门 所以我们说 这种组织结构呢 称之叫直线职能制 检测叫职能制组织结构 它还是强调集权的 那么第三个组织结构 叫事业部制组织结构 那么事业部制组织结构 大家说什么叫事业部呢 通俗的讲 我们说事业部呢 就倒头于是个分公司一样 分公司 那么作为事业部制织组织结构 实现什么样的做管理模式呢 它实现是极座决策 分散经营 那么这种组织结构 实际上它实现的是 集权和分权相结合的 一种组织管理体制 集权和分权相结合的一种组织管理体制 和前两种组织结构不同 前两种组织结构 刚才跟大家讲了 强调集权 而事业部制组织结构 强调集权和分权相结合的 也就是总部呢 负责什么 负责制定战略决策 而事业部呢 负责制定经营决策 所以这个战略的决策权 和日常的经营管理的决策权 是分离的 那么我们说 这种组织结构呢 既然是赋予事业部一定的经营自主权了 所以事业部大家注意 事业部 所以分公司 他不是一个独立的法人 但是呢 他拥有较大的经营自主权 日常经营过程当中自主权 比如说有关于采购 生产 销售 就是我们所讲的 过产销的权力 他都拥有 他实现独立核算 自负盈亏 这是事业部制主的结构呢 大家大概一起搞清楚 它实现是集权和风格相结合 那么下面我们就看一下 事业部制主的结构当中 事业部的种类 第一种就区域事业部 区域事业部 也就地区事业部 就说我们这种事业部 划分的时候呢 是依据什么 是依据地理区域来划分的 根据地理区域 为基础来划分事业部 那么这种区域事业部 有什么样的优点 缺点 这个大家有掌握 注意选择体 首先我们看优点 讲了几条 讲了三条 第一条 能够实现更亏 更好的地区决策 这个很自然了 你比如说某家公司 在全球呢 设立三大事业部 一个是中东事业部 一个是北美事业部 一个是欧洲事业部 每个事业部呢 就负责 每一个地理区域的什么 有关于这个产品的 共产销 活动的权利 有了这些自主权以后 那么当然 我们说每个区域事业部 能够面对他所在的区域市场 更会更好的 做出一些决策来 第二 我们说有助于剩解藏保费用 剩解藏保费用 也就是说由每个区域呢 负责处理每个区域的 一些下关的业务 就不需要总部呢 配人去处理了 那这样的话 我们说究竟可以处理呢 当然就节约了 有关的长保费用 比如车旅费 第三 能够对该区域环节的变化 需要做出决策来 因为每个区域事业部 有一定的自主权了 所以针对他所处的 这个区域外部 市场环节的变化 及时的做出决策和反应来 这是他的三个优点 很好理解 缺点是什么呢 第一个缺点 是管理长保的重复 管理长保的重复 因为我们说 每个区域事业部的下边 都要设置一些智能部门 像刚才所讲的 中东事业部 白卖事业部 还有欧洲事业部 每个事业部都有 智能部门 财购部门 营销部门 是吧 财务部门 人力资源部门等等 你这些部门不就是 智能部门设置重复了 那下跃的会增加你的管理长保 第二 区域事业部 只负责本区域的下关业务 那下跃的我们说 他对其他区域的事务呢 这种支撑力就不够了 所以呢 难以处理一些跨区域的 一些大客户的业务 这是我们所讲到的 关于区域事业部的缺点 就才是谈了两点 关于他的适用范围 我们说 作为事业部自主的结构 适用范围 往往是适用于什么情况呢 产业多元化 这个公司可能设置到多个产业 而且接约的产品和业务呢 也是多元化的 并且呢 面对 好多的区域市场 而且市场环境变化呢 比较亏的企业 就比较适合采取这种 事业部自主的结构 那么下边我们看一下 区域事业部的组织结构图 请大家看 最高管理者总经理 下边呢 我们说设立了A B C 三个区域事业部 你看一下 每个区域事业部下边呢 都设立一些资料部嘛 每个事业部呢 通常情况下 就负责一个产品大类 就单个产品线 或者是单个产品大类 那么第二种 叫产品事业部 产品事业部 当然就是指 以产品的种类 为基础来划放事业部 以产品为基础 划放事业部 那么这个产品事业部 有什么优点呢 首先我们看 以容易协调事业部 内部的共产销活动 这个也很好理解 因为我们说 一个事业部 就负责一个产品大类 或者产品线 有关于 这个产品大类 产品线的 过业了 生产了 销售活动了 是吧 都是在一个事业部内完成 那当然就便于 协调它的共产销活动 就各个事业部 内部的共产销活动 而且我们说 不同的事业部 生产和销售 不同的产品大类 或者产品线的 这样我们说 在整个公司呢 就有助于实现什么 实现产品的差异化 实现产品的差异化 就各有各的特色 第三 易于出售 或者关闭经营不散的事业部 大家要注意这一条 为什么 因为我们说是 以产品的为基础 来化妨事业部 那么每个事业部的绩效如何 绩效如何 我们说 这个是容易确定的 你每一个产品 你一个事业部 就负责一个产品 围绕这个产品的共产销活动 设计到有关的一些 藏宝费用 都有这个产品大类 或者是产品类负责了 所以到底 这个产品事业部 是严厉的 还是亏损的 那就比较容易计算 所以我们说 它易于出售 或者关闭了 经营管理不散的事业部 缺点是什么 缺点一 各个事业部 为了增夺有限的资源 而产生摩擦 其实大家想一想 这个缺点 它并不是产品事业部的 一个独特的缺点 你想一想 在我们前面所讲到的 去事业部 从这不从这的问题 其实也是存在的 你只要是 事业部自主的结构的话 必要存在这样一个问题 这个问题 其实是贡献的 因为我们说 你把一些经营管理决策权 下放到各个事业部以后 是吧 那各个事业部 都希望能够从总部 获得一种资源的支持 也就都会和总部 争取资源 因此为了争夺 这些有限的资源 各个事业部之间 肯定会有摩擦 会有矛盾 所以我们说 这个缺点 其实不局限于产品事业部 就前面所讲的 区域事业部也存在的问题 第二 各个事业部之间 从这管理城堡的 重叠和浪费 这个其实 刚才也讲到了 这也是个贡献问题 这不仅仅是产品事业部 刚才前面讲到 区域事业部也有的问题 是吧 你每个产品事业部 下面都有一些资料部 我们说 必要会增加你的管理层 所以这也是贡献的确定 三 如果产品事业部数量较多 总部难以协调 其实这也是贡献的 你想一想 如果总部下边的管理的事业部较多 你不管是区域事业部也好 这个产品事业部也好 因为我们说 不同事业部之间 要针对有限的资源 要这些 有限矛盾和摩擦 总部必然要出面这些协调 而且我们说 事业部的数量越多 这座协调的难度 就越大 花费的精力和时间就越多 所以我认为 这一条确定 其实也是贡献的 第四 如果产品事业部数量较多 事业部的构成管理者 会缺乏一种整体的观念 这个呢 其实我认为也是贡献的 你想一想 还是和刚才所讲的一样 你事业部数量很多 每个事业部 都会考虑事业部 自身的利益 往往呢 我们说可能 缺乏一种 整体的全局观念 有可能怎么样 我们有可能会 所害 公司的整体利益 所以刚才所谈到的四条 我觉得这不是 产品事业部的 独特的缺点 这个恐怕 区域事业部 也有这个问题 所以谈到 事由范围下边 大家看一下 事由范围 和我们所讲到的 区域事业部的 事由范围是一样的 这里大家 着实注意一下 这个产品事业部 产品事业部 我们说它的优点 优点的三条 要注意一下 缺点这几条 刚才讲了 不要太旧条了 不要说是这个对应起来 说产品事业部 有哪几个缺点 区域事业部 有哪几个缺点 有些缺点 他们的共性的 有些缺点的个性的 刚才的区域事业部的缺点 你重点关注一下就可以了 至于产品事业部的缺点 更多的 在区域事业部当中 虽然就成当中 没给过 但是也有这样的缺点 那么下边给大家列了一个 产品事业部的组的架构图 你看一下 在总结了一下 B设置了A产品 B产品 C产品 这些产品事业部 但是通常情况下 每一个产品 每一个产品事业部 都负责一个 一个产品大类 或者产品线 那么在提示当中呢 对于这个内容呢 又稍微的给大家 做了一下补充 就是说我们在实际工作当中啊 这个事业部划分呢 依据着实有三个 一个是按照产品来划分 产品来划分 你比如说 我们在实际工作当中 销到多的一些家电企业 就采取了这座划分 事业部的方法 分为什么空调事业部 冰箱事业部 洗衣机事业部 地势机事业部等等 第二个是按照区域来划分的 区域 什么华南事业部 华中事业部 华北事业部 还有的是按照客户来划分的 比如说 针对对立商 经销商的渠道事业部 针对个人消费者的 这个零售事业部 有这么几种划分 有个简单了解就可以了 就是说不局限于我们刚才所讲的 区域事业部和这个产品事业部 其实啊 我们说实际过 在大中看 可能甚至到客户 客户 为依据来划分 事业部这样一种情况 第四座组的结构 叫M型组的结构 这个什么叫M型组的结构呢 这个M是个什么意思啊 这个M型组的结构 我们也创造叫多部门结构 M型组的结构也叫多部门结构 这个英文单词多 英文单词多 这个多 英文单词就是以M打图的 所以这个多部门结构就简称叫M型组的结构 这个教材当中呢 讲到横向方国组的结构的时候 单独的讲到一种M型组的结构 这个其实教材当中处理是不恰当的 因为我们说 一讲到这个多部门组的结构的时候 多部门结构当中 你比如说像我们刚才所讲的 事业部制组的结构是不是个多部门结构 当然是个多部门结构 以及后边我们所讲到的 占领业务单约组的结构 它也是个多部门结构 所以我们说你现在教材呢 把那个M型组的结构呢 提出来 做一种独立的组的结构 是和事业部制组的结构 和占领业务单约组的结构 是平行的 这个其实是不恰当的 从专业角度来讲呢 这个M型组的结构 它不是一种独立的组织结构 它可能会涉及到 刚才所讲的事业部制组的结构 会涉及到 占领业务单约组的结构 都是属于多部门结构 甚至还包括具政治组的结构 也可以理解成多部门结构 所以呢 教材大多这样处理并不恰当 但是我们的教材大多 既然呢 把这个M型组的结构呢 单独的列出来了 那从考试的角度来讲 考试是以教材为主的 所以我们还要服从于教材 应当 照教材的介绍 我们能够理解 什么是M型组的结构 它有什么样的确定 我们能够 做选择题 也就是能够从考试角度来讲 应对就OK了 因为这个不属于我们的学术讨论范围 我们没有自由的选择权 你只能服从于教材 请大家看 所以在M型组的结构中 原来的事业部 一般的有 有有更大经营权的公司所替代 这是今年教材大多呢 就把这个M型组的结构的这个 含义呢 给重新表述了 所以在M型组的结构大多 原来的事业部 有有有更大 经营权的公司所替代 所以每个公司比以前的事业部 负责更多的产品线 原来我们讲到的传统的事业部 刚才跟大家讲了 通常情况下 一个事业部负责一个产品大类 或者一个产品线 现在他说了 所以在M型组的结构之下呢 我们说这个公司怎么样 我们说可能负责 多个产品大类的产品线 所以有的公司下设的 若干事业部 分别管理不同的产品线 这个解释呢 其实这个还是 我个人觉得不太好 不太好 这个容易和后边的 容易和后边的 在那一无大约组的结构呢 容易形成一定的重点 那么我们说从考试角度来讲 我建议同学们怎么去理解这个问题 怎么去理解它 你想一想 回到我们刚才所讲的 传统的事业部之主的解构 说一个事业部负责一个产品大类 或者一个产品线 你想一想一想 伴随着这个公司规模的扩大 伴随着企业呢 涉及到更多的产业 涉及到更多的产品和业务 涉及到更多的市场 可能我们说公司的事业部呢 有原来的十几个 慢慢慢慢的 事业部数量增加了 比如说增加到八十个事业部 总部下边管理了八十个事业部 你想一想 我们说总部下边的管理八十个事业部 这是不是增加了总部的控制跨度了 原来总部是管理十几个事业部 现在怎么样 管理八十个事业部 总部的控制跨度大了 而且我们说每个事业部呢 都有一定的经由自主权 那么这些事业部为了和总部呢 争夺资源 我们是相互之间的摩擦 矛盾不断 这样我们说总部呢 就投入大量的精力 来协调这个事业部之间的关系 所以呢 你想一想 总部呢 相当一步经历了 泄入到日常的经营过程当中 协调事业部之间的 这种矛盾冲突 那总部就没有尽力呢 专注于一些重大的战略决策了 那怎么办呢 我们说在这种情况下 就是说在不增加管理层次 这个前提条件下 我们想方设法的 去减少这个总部的控制跨度 比如说总部考虑呢 把这八个事业部 经过整合以后 整合为二十个事业部 就总部呢 直接管理到说二十个事业部 有八十个缩减为二十个 你想一想怎么去缩减呢 那就需要呢 把原来的八十个事业部呢 需要这些整合 结果整合以后呢 结束为二十个事业部了 每个事业部下边呢 管理的就不是一个产品大类 一个产品线了 而是多个产品大类 多个产品线 那么这样的话 我们说在 减少控制跨度 降低总部控制跨度的基础上 我们说 减少了总部的这种信息过载 和总部的负担了 这就衍生出 旧材当中所讲的 M型组的结构 所以我觉得 这个M型组的结构的本质呢 就算一个事业部负责管理的 这个产品大类的产品线 不是一个 而是多个 这样去理解就算了 为什么 接着往下看 我们看一下 事业部支柱的结构优点 这个优点 谈到优点的时候呢 大家看一下 一 说各个事业部之间 有比较有竞争 由此可以增强企业的活力 有利于 企业的持续成长 你想一想 那原来那个传统事业部 各个事业部之间 难道没有竞争吗 是不是 所以这个优点意呢 我觉得说的非常的勉强 说各个事业部之间 又比较有竞争 由此增加企业活力 有利于企业的持续成长 那原来那些事业部之间 也有竞争 既然有竞争 当然就有活力 也有利于企业的持续成长 所以你现在的说法 我们觉得有点勉强 第二 总部高层可以 摆脱日常事务的繁扰 集中精力考虑全局问题 同时总部员工的工作量 会有所减轻 这倒是对的 原来我管理80事业部 现在经过整合以后 总部只负责管理 什么 20个事业部 所以这个优点 是非常明显的 是具有说服力的 第三 直接被分配到 总部下边的每个事业部 并在事业部内部呢 进行这一次分配 那么这个优点 大家看一下 这个优点 我们说教材没有变 原来说法就这样 你可是上边呢 有关于这个M型组织结构 的这个含义呢 你今年重新表述了 你怎么表述呢 说在M型组织结构之下呢 原来的那个事业部呢 就被什么 就被一个公司所代替了 取代了 而在公司 下边呢 有负责管理更多的 这个事业部 就管理若干事业部 是不是 所以他讲了 说直却被分配到 下边的事业部 每个事业部 每个事业部内部呢 需要进行这次分配 如果啊 你先的表述的话 就意味着 在M型组织结构之下呢 这个直却被分配到 中部下面的什么 公司了 在公司内部呢 在这不同的产品 大类产品线之间 这些分配 这样和你今年前面的定义 修改以后 才能够对接上来 可是上边呢 关于M型组织结构 定义给重新表述了 下边的内容呢 还没变 这就解释不通啊 所以我觉得呢 就是 怎么去理解 他第三个优点呢 就按照我们刚才 给大家解读的 所以这个直却被分配到 下边的每个事业部 而每个事业部内部呢 又管理了若干个 产品大类和产品线 所以我们说这个直却呢 在每个事业部内部 就需要在不同的产品大类 产品线之间 又进行再次分配 这不就理想了吗 第四 能够通过注入 资本回报率等方法 对事业部的绩效能 进行财务评估和比较 这个优点 我们说也非常容易理解 而且这个优点呢 其实也应该是 作为前面的 事业部制组的结构 当作的优点 什么意思呢 因为我们学管理会计的时候 我们说事业部 事业部 不是个独立法人 通常呢 拥有一些经营的自主权 所以一般来讲 我们说把事业部的界定为 责任中心当中的 什么中心啊 利路中心 利路中心 所以总部呢 就把事业部 做一个利路中心呢 对你绩效界线考评 大家可以结合我们 财务承保管理第49章 对利路中心绩绩效考评的时候 是吧 我们可以根据什么 可控编辑贡献 经理部门可控编辑贡献 还有协税前利路等等 我们来对你的绩效界线考核 这是很自然的 那么M型组的结构 我们说它有什么缺点呢 一 为事业部分配企业的管理城堡 比较困难 并且略对主观性 这个其实啊 大家注意一下 这个其实我们说和前半 事业部自主的结构呢 有同样的确定 前面的事业部自主的结构呢 也有这个问题 为什么 因为我们说总部发生了管理费用 必然要在各个事业部之间 有这些分配啊 那么你总部发生了管理城堡 如何在各个事业部之间分配呢 你是按照各个事业部的员工人数 来分配呢 还是按照各个事业部 占有的资产总额比例来分配呢 还是按照各个事业部 实现的收入来分配呢 还是按照各个事业部 利落的多少来分配呢 你不管什么来分配 这个管理城堡 总部的管理城堡 你这个方法的选择 都得有一定的主观性 所以我们说这个缺点 其实并不是M型主的结构的缺点 包括我们前面所讲的 事业部自主的结构 也存在这样的缺点 而经常会在事业部之间 自身功能席持条件的建策和摩擦 这个已经谈到了 那在传统的事业部 自主的结构之下 从这不从这的问题 我们当然从这 既然你认可每个事业部呢 都有各自的 我们的自身的独立的利益 那便会发生相互增多资源 相互产生矛盾摩擦 第三 确定内部转移价格 可能会产生冲突 这个其实就是讲到呢 这个制定内部转移价格的时候 制定内部转移价格的时候 可能也会发生摩擦 这个也是我们学习 财务长保管理的时候呢 谈到了问题 这个我们讲了 企业内部的按照 责血的相同一原则 划分成大小不同的责任中心 有城堡中心 有利落中心 有城市中心 那么这些责任中心 相互之间呢 我们说必要会设置到 销售产品和提供服务 那么彼此之间 销售产品也好 服务也好 也定制定一个 内部的一个结算价格 不能是无差的 应该是有差的 有制定内部结算价格 这个内部结算价格 其实就是我们所讲的 内部转移价格 你这个内部转移价格 怎么定 你如果这个内部转移价格 定得高了 那对销售产品 或者提供服务的这一方 确认的收入就高了 他当然是乐意 对购买的产品 或者接受劳务的 这个部门来讲 你内部转移价格 定得高了 那么他的长报 不就高了吗 他又不乐意了 所以我们说 在实际工作当中呢 这个企业内部 制定的内部转移价格 确实是一个 很头疼的事 是比较头疼的 适用范围 适用于具有若干 生产线的企业 以适用于 面临市场环境 复杂多变 或者所处地理位置 分散的企业 这个其实 从适用范围上来讲 和前面所讲的 事业部组织结构 差不多 只是我们要求同学们 要把握一个重点 就是一讲到 M型组织结构的话 一定要注意 相当于 是在一个事业部下边的 管理了若干个产品大类 和产品线 而不是传统的事业部之下 一个事业部 只管理一个产品大类 和一个产品线 而它是多个产品大类 和产品线 你把那个本质 搞清楚就可以了 那么 下边我们请大家看一下 M型组织结构图 在总经理下边 设立了甲 鱼 饼 三个事业部 那么你看一下 甲事业部下边 比如说二召产品也好 区域也好 甲事业部下边呢 有设立了什么 两个 或者两个产品大类 或者两个区域内 负责两个区域 或者负责两大产品 以事业部 扁事业部是一样的 所以我们说 在M型组织结构之下呢 每个事业部 管理多个 产品大类 或者产品线 或者面对着多个区域 地理区 不是原来负责 对于一个地理区 而是多个地理区 所以我们说 这样的话呢 一个事业部负责呢 多个产品大类 或者负责多个区域的话 就可以把你原来的 事业部数量有80个 精简到20个 减少了总部的控制跨度 也就减少了总部的 这个负担了 第一 五种主力建构 叫战略业务单元主力建构 也就战略业务单位主力建构 那么这种主力建构 也称之叫超事业部制主力建构 我们说他也是 这事业部制主力建构 基础上也编过来 刚才我跟同学们讲了 其实我们说这种主力建构呢 也是一种什么建构啊 也是一种多部门建构 多部门建构 那么这种主力建构 是如何在事业部制主力建构 基础上也编过来的呢 怎么也编过来的呢 就回到刚才举个例子 所以随着这个企业啊 这个规模的扩大 涉足的产业更多 产品种类业务种类市场更多了 事业部规模呢 我们的扩大到80个 甚至我们的更多 比如说150个事业部 那么很明显 我们的总部呢 负责管理150个事业部 控制跨度的非常大 而事业部之间 我们说有利益上的冲突 需要总部从业去协调 所以我们说必要 会增加这个总部的负担 总部就没有精力 去专注一些重大的战略决策权了 那怎么办呢 一个途径就是刚才所谓的 M型组织结构 就是在不增加管理层次的前提条件下 把总部的控制跨度呢 给它变整 减少 那就到头里 把原来有关事业部 进行什么 整合 精简 有80个压缩到20个 那么还有一种途径 就是在总部和事业部之间 增加一个管理层次 刚才旧车当中 所讲的M型组织结构 是不增加管理层次 现在的战略义务单位组织结构 是要增加一个管理层次 增加这个管理层次 就是什么 就叫战略义务单元 也就战略义务单位 这个一般来讲 这个战略业务单位 或者战略业务单元 它的定位是什么 一般是定位是一个子公司 总部是母公司 事业部是个非独立法人单位 现在在总部和事业部之间 增加这个管理层次 叫战略业务单位 它通常是一个子公司 那么比如 比如 我增加了战略义务单位 这样一个管理层次以后 我在总部下边 比如说我设立了 二十个战略义务单位 这二十个战略义务单位 由负责管理什么 这一百八十个事业部 也就是说每个战略义务单位 就管理若干个事业部 这样增加了一个管理层次以后 战略业务单位刚才加了二十个 那么从总部的角度来讲 管理的跨度或者扩置跨度就减少了 变革之前 它是管理着一百五十个事业部 现在经过变革以后 总部直接管理的战略业务单位 战略业务单位多少个二十个 这二十个战略业务单位 我们说每一个战略业务单位 有管理若干个事业部 有的可能管理五个 有的可能管理六个 总而言之 这二十个战略业务单位 就负责管理的一百五十个事业部 每个战略业务单位 管理的事业部数量 多少不等 因此我们说战略业务单位 主力结构 就是在事业部之主力结构 基础上也别过来 也别过来的 就增加了一个管理层次 同样可以减少总部的控制跨度 那么每一个战略业务单位 既然是管理若干个事业部 所以就有这个战略业务单位 对他所负责的事业部的工作 这些什么 管理和协调了 战略业务单位 就负责管理和协调 他所负责的这些事业部的活动 因此我们说从管理方式 或者从流动方式基础 这个角度来讲 相当于是在 风权的基础上 又四大的集权了 风权基础上 又四大的集中了 因为我们讲了增加管理层次 实际上就相当于 是四大的增加管理层次 就四大的集权了 集中了 那么我们说它的优点是什么 一 价低了总部的控制跨度 解清了总部的工作负荷 或者就解清了总部的工作负担了 你想想这 M型组的结构也好 还是这里的 战略业务单元组的结构也好 意图都是把总部的控制跨度给价低了 所以解锁了总部的工作负担 工作压力 可以使总部的集中精力 专注于一些重大的战略决策 第二 解清了总部的信息过度的情况 这也很自然 原来总部是管理150个事业部 每个事业部都直接向总部汇报 而现在呢 我总部直接听取这20个战略 因为我单元汇报就OK了 所以我们说自然就解清了 总部的信息过度情况 第三 使得具有类似使命的 一些产品事业部也好 区域事业部也好 客户事业部也好 能够更好的协调 为什么 因为我们说具有类似使命的 这些产品事业部也好 区域事业部也好 还是客户事业部也好 都是在同一个战略业务 单元领导下开展工作的 那协调起来 那当然就更容易一些 更好协调一些 第一是 所以由于无需在 事业部之间的风太长榜 以接控每个战略业务 单元的绩效 这个很好理解 就是说作为总部 你的管理费用需要不需要 在各个事业部之间分摊了 不需要了 我们说这需要怎么样 只需要把总部的管理费用 在20个战略业务单元之间 就先分配就可以了 是不是 那只要分配到20个战略业务 单元管理费用确定好了以后 那从总部的角度来讲 当然我们说就可以得 每个战略业务单元的绩效 这些评估了 也就总部的直接评估 是战略业务单元的绩效 是不是 所以呢 总部发生的管理费用 就不需要在这些事业部之间分摊 只需要在战略业务单元之间分摊 就OK了 那么这个战略业务单元呢 因为我们在通常情况下 这个子公司 是做一个独立的法人 那么这个战略业务单元呢 我们说他的权力 这个权力 就比我们事业部的权力要大一些 因为我们说 这战略业务单元 除了拥有监营自主权之位 就是日常共产生活动的 监营自主权之位 往往我们说 战略业务单元 总部呢 也赋予他一定的 战略的决策权 赋予他一定的战略决策权 所以我们说这个战略业务单元 通常情况下 他是作为一个利落中心 或者是一个投资中心 就回到我们财务财保管理当中 所讲到的 你既然是作为一个投资中心 或者作为一个利落中心 我就可以按照投资中心 或者利落中心 对你这些业绩评价 比如说作为投资中心的话 我可以评价你的投资回报率 就投资利落率 和你的剩余收益等等 这是他的优点 比较好理解 缺点 一 总部和事业部之间的关系 变得更疏远了 这个好好理解 是吧 原来是总部和事业部 是直接的上下的关系 现在在中间增加了什么 增加了一个战略业务单元 所以 跟关系肯定更疏远 第二 战略业务单元的管理者 为了争取更多的企业资源 会引发竞争和摩擦 而这些竞争呢 会变成过那些的协调 并会对企业的 总体的消财产不利影响 这个其实啊 前面和大家讲过了 这个缺点我们说 这不是战略业务单元的缺点 独有的缺点 也不是什么M型组的结构 独有的缺点 也不是什么 传统的事业部所具有的 独有的缺点 这个其实 事业部也好 M型组的结构也好 占领业务单元也好 这是一个共性的缺点 因为我们说 每一个 责任中心 就事业部也好 还是M型组的结构也好 还是占领业务单元也好 每一个责任中心呢 都有自身的 相对独立的责权利 也就都有自身的经济利益 所以便要和企业走不去争取支援 是不是 所以我们说便要会产生摩擦和矛盾 而且我们说各个战略业务单元 为了追求自身的局部利益 那有可能会损害整个公司整体力 这个不是他独特 是有条件 是由于从事多元化 建议的大型企业和一些巨型企业 我们国内的这个企业当中呢 还没有听说哪家公司 承许这个战略业务单元中的结构 但是我们说在历史上 美国脱油电器公司 就是我们所讲的叫机翼公司 机翼公司 美国脱油电器公司 机翼公司 我们习惯啥也把它称作叫全能公司 全能公司 涉足的产业行业呢 非常非常多 产品业务内容非常广 而且面对全球市场 所以呢 它是一个大型的 或者叫超大型的 一个多元化的跨国企业 这个脱油电器公司 常见的在主力结构设计过程当中 就需要用过 这个战略业务单元 或者就战略业务单位组的结构 曾经用过 这是我们所讲的第五个 就战略业务单位组的结构 那么前面我们所讲的 三 事业部制组的结构 四 M型组的结构 五 再来业务单元组的结构 通过前面的介绍 同学们可以看出来 我们说这三种组的结构 实际上 都是属于我们所讲的什么 多部门结构 都是个多部门结构 第二的这三种组的结构呢 我们说都是强调 集权和分权相结合 集权和分权相结合 第三个呢 这三种组的结构 都是适用于多元化建议的企业 适用于多元化建议的企业 它不适用于 从事单一产品 单一市场建议活动的企业 它都有强调的 有增强对外部反洁 外部视察这种 适用性和反应的能力 所以我们再把这三种组的结构 放到一起 大家要看一下 他们一些共性的问题 下边我们请大家看 这个战略业务单位 组的结构图 这是一个董事会了 董事会 实际上就到 投与是个企业集团 或者是一个什么 是一个母子公司 母公司 子公司 双公司 什么分公司 事业部 是一个庞大的 一个集团 那么这董事会下边呢 比如说设立了 两个战略业务单元 战略业务单元一 和战略业务单元二 每个战略业务单元下边呢 又负责管理了若干个事业部 你比如说 战略业务单元一下边管理了假事业部 以事业部 假事业部 下边呢 有具体负责 A和B两个产品大类 或者是A和B两个区域 两个地理区域 所以以事业部呢 也是要的 下边就负责管理 C和B两个产品大类 或者C和B两个地理区域 战略业务单元二 也是一样的 那么因此通过这个图 我们可以看出来 和传统的那种事业部 下比较的话 相当于这董事会 以及这总部和事业部 之间 是不增加了一个管理层次 就是战略业务单元 那么下一边 我们先来大家看 相关链接 相关链接 说而职能资组织的结构 事业部资组织的结构 M型的组织结构 和战略业务单元 组织结构的发展趋势 简单的通过这个图呢 给大家看一下 随着企业规模的不断扩大 产品线 或者产品大类的增加 面对市场的增加 这个组织结构 变过程 就从职能资组的结构 也变为什么 也变为事业部 资组织的结构 但是事业部资组织结构 我们说一个事业部 就负责一个产品大类 或者是负责一个区域 那么M型组织结构呢 我们说M型组织结构呢 就强调 每个事业部 负责什么 负责多个产品大类 或者多个产品线 一变到占领业务单元 组织结构的时候呢 我们说在总部和事业部 直接增加了一个管理层级 占领业务单元 总部直接管理 占领业务单元 而占领业务单元 管理若干个事业部 透过这个图 把前面就代表下这几种组织结构呢 大家看一下